特斯和克斯图尼查宣布第二轮选举没有必要 号召人们准备进行一场总罢工 罢工开始的三天前 贝尔格莱德南部克鲁巴拉煤矿的工人 给了克斯图尼查一个意外的支持 代表17000名工人的委员会投票决定 立即开始罢工 他们说希望这个行动能够促进全国其他地方支持罢工 塞尔维亚70%电力都是这座煤矿生产的 现在机器不转了 没等看到米罗舍维奇如何处理罢工事件 塞族人就发动了全国范围的行动 正常的生活停止下来 我们知道米罗舍维奇需要警察和军队的帮助 才能抵抗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影响他身边的警察和军队 让他们真正去思考 该不该支持米罗舍维奇 还是支持人民 那他就没戏唱了 所以我们需要让警察和军队 看到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抵抗运动 但不是人民反对政府 而是大家一起反对米罗舍维奇 警察和军队 警察和军队包围了罢工的矿工 普通人开始响应工人们发出的紧急呼吁而支持他们 来了几千人 这个信号向警察和军队表明 米罗舍维奇完了 在大一点的城市 出租汽车司机也加入了抗议 故意开慢车阻塞交通 开公共汽车的司机 把大巴士停在主要交通路口 警察试图维持秩序 可是每天罢工都在不断扩大 米罗舍维奇在大选中失败了 想做手脚又受到遏制 现在只有两条路 要么下台 要么使用暴力 我们已经教育全国的人 让他们不要袭击警察 不要使用暴力 因为我们不是跟警察打仗 我们和警察都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 受害者和受害者之间 没有任何理由自相残杀 这些受害者穿着蓝制服 那些受害者穿着牛仔裤 他们之间不应该流血 道斯及其支持者愤怒而顽强地坚持着 他们耐心坚定地逐步增强抗议活动 同时尽量避免流血冲突 我们给政府里面的人 留出足够的时间 让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不是一天的革命 而是整整十天 每天压力在不断增加 塞尔维亚的生活都停滞了 到最后已经十分明显 大部分人都是反对米洛舍维棋的 大选十天之后 贝尔格莱德没有人意识到 转折点就在眼前 天还没亮 整个塞尔维亚都动起来了 人们从各个方向朝首都汇集 这次行动是道斯的领导者们 在全国悄悄计划的 各路的领导者 已经做好应付警察的准备 他们甚至开着推土机 万不得已就冲过路障 早上九点 查查克的市长伊里奇 穿着他的运动衣 带领着一队人走来 发现路被警察堵死了 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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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你认识了我 好日子 我们会执行动 你不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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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断动 不断动 不想再浪费时间跟警察协商 查查克来的人 自己把路障移开了 这些从查查克和乌日彩来的人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做什么都可以 他们可不仅仅是城里的示威者 像贝尔格莱德城里的人那样 说抗议就走到大街上喊两嗓子 然后就回家了 这些人可不是这样 他们到这来是有目的的 不完成他们要做的事就不会回家 防恐部行动特别小组正在贝尔格莱德等着我们了 他们一直跟我们有紧密合作 我们每十分钟跟他们用无线电联络一次 然后我就把消息告诉市民们 警察也随时都会站到我们这边来 渐渐的 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 虽然警察搭了路障 但是并不会固守 从南边来的人们 大约在上午十一点钟 进入了贝尔格莱德 他们的集合地点是联邦议会大厦 伊里奇市长继续和走在路上的人们保持联系 他们计划在下午三点联合起来 用非暴力的方式占领议会大厦 通过跟军队内部领导人的联络 道斯得到消息 保安部队将袖手旁观 但是人们对此并没有把握 我们不知道警察会做出什么反应 我们知道有些地方的警察不会反对人民 但是所有的警察会怎么样不太清楚 警察自己也非常非常不知所措 查查克来的人等不及了 在其他各路人马还没到的情况下就前进了 他们很快被打回来 警察不知道 成千上万的赛族人还在通往贝尔格莱德的路上 那些支持欧特破的工人农民 下定决心来阻挡窃取他们投票结果的人 第一批队伍进入首都之后几个小时 贝尔格莱德的市民听到了消息 他们纷纷跑上街头欢呼 塞尔维亚站起来了 在这样的一天 只有一个地方应该去 盗斯的领导者正在监听警察的通讯中 上面下命令让他们驱散人群 可是警察没有动 他们什么也不想做 对命令置之不理 就站在那里看着发生的事 后来他们意识到贝尔格莱德街上有成千上万的人 而且有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从塞尔维亚各地赶过来 就说明全国上下揭竿而起了 他们当然明白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暴力对付这些人 就等于自取灭亡 也等于是说他们跟米洛舍威奇一样成了失败者 他们并不想那样 一名记者写道 警察和军队的指挥官没有下令让部下开火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也在人群中 在议会大厦里面 人们发现了几千张选票 都事先写好了投给米洛舍威奇 砸几个窗户 烧掉议会都算不上什么 比起从前这里发生的事 比起米洛舍威奇干的一切 其他巴尔干国家 巴尔干国家在这里干的一切 美国人扔炸弹造成的一切 这些就是儿戏了 占领议会过程中有两人死亡 人群中一位老年人心脏病发作 另外还有一起交通事故 米洛舍威奇两天没露面了 不过他完了 这一点铁定无疑 人民已经接管了政权 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威胁动物 或真正使用武力 我们是不想让它独揽大权 这是通过塞尔维亚的民主力量实现的 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以广泛的群众为基础的 非暴力抗议活动 能够把一个独裁者赶下台 这比搞什么秘密活动快得多 我们能够成功 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热爱生活 他们那些人是死亡的传教士 煽动仇恨 对人民做洗脑宣传 所用的语言都充满死亡的气息 我们胜利 是因为我们更热爱生活 我们决定热爱生活 你无法击败热爱生活的人 欧特破就是这样的 我们是一群热爱生活的人 所以我们能够成功 所以我们能够成功 我不能将这个思念 没有 你们 Repeetted 我们再让一群热爱生活 在城城中 一群热爱可以 你们今天其实是灭爱生活 aho调' 如果没有人 你们出来 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